大家好,Ru-chan! Ru-chan! 今天我們都看過照片 謝謝! 現在的時間是日本的早上 差不多9點 早上我跟文章想說 今天要來吃一個 比較台灣風格一點的早餐 喔~~ 台灣的朝午飯 我超喜歡的 登登登登登 ちなみに今日は あのパジャマで来てます 喔~~ 可愛らしい 山口県で 寝てあかないただいた パジャマです へ~~ オーバーサイズで可愛いね 文章的話呢 他偶包上半身的話呢 換成外出的上衣 僕は着替えました まぁ下はジャージだけどね 因為下面大家看不到 他就穿睡褲 那我們兩個今天要拍的影片呢 就是這一個 じゃじゃじゃん 蛋餅 www www 在日本呢 也吃得到蛋餅喔 其實很多人蛋餅皮是自己做啦 但是我就想說 我很好奇 就是義美的蛋餅皮吃起來什麼味道 所以就實際買蛋餅皮 給文娜吃吃看 ちょっとね 食べた気がする あの台湾に行った時に 朝ごはん屋さんで なんかちょっと食べたオーバー なんか春雨とか入ってるやつ あれはちょっとアレンジされたもの おー 普通の蛋餅は確かに食べたことある そう なんか本格的じゃないから あの本体 本格的のを作ろうかなと思ってます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兩個今天 除了蛋餅皮之外 還有什麼食材 那因為今天要做的是 培根起司蛋餅 所以呢 就有蛋餅皮 跟起司 起司不知道我們買對耶 因爲我是買這個 在吐司上會融化的 還有 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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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還有最重要的 蛋 僕大好き 卵料理 www 楽しみ いや俺ね あの ネギクレーパイもね 卵入れたい派なんですよ 大好きなチーズがあります でもチーズ入れた方が 本当に美味しいから 入れ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 期待 期待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先拿蛋 蛋は何個にしようかな 2つ? 2つしよう 2つにしましょう いきますよ 第二個目 まあ一応成功しました 成功しました きこっちないな 攪拌 www iryoyasan iryoyoyo iryoyox じゃないの あと正直に 今日はアレンジするために もう1つ用意しました え、何? 餃子の皮です あの、餃子の皮も作れるって聞いたので あの一応買ってみて どっちの方が美味しいかなと思って 食べ比べたいと思います え、餃子の皮美味しい 美味しいらしいよ パリパリの感じなどから美味しい お? いや最近ね ステイホームでね あまり外に出る機会も少なくなって 家裡有很多人在家 但在家裡是UberEats的方式 我非常順利 然後給大貨屋蛋餅提到這樣 蛋餅也像葡萄麵糰一樣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有了嗎? 揺らしておかないと 舌頭取れ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だよね 然後呢 我們翻過來之後 就要放這種培根和起司 現在是炒培根 蛋餅 軟地炒麵糰了 然後再加了麵糰 蛋餅很容易做 最初的人也有這個皮 皮嗎? 對 粉或是放在一起 但是我比較難吃 確實是可以做的 然後再放一片起司 起司 這是台灣的朝午飯家 然後再加了麵糰的麵糰 為什麼要加了麵糰的麵糰 接下來要把蛋餅切塊 哇 燙燙 哇 這是台灣的朝午飯 完成了 蛋餅 完成了 完成了 我們兩個這次做的是起司培根蛋餅 剛好是早上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蛋餅 我們先來吃吃看蛋餅 請進 我們先來吃吃看蛋餅 好 請進 好 好 好 我們家有黑胡椒 等下用餃子皮做的時候也要加黑胡椒 應該會更好吃 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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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一直也入口 atto 哪一直也入口 そうですね 蛋餅 нихinnan 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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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去響역 來就台灣食譜 大家來ining 來 يع介ок 我是從哪裡吃的嗎? 一天早上就吃了 一天早上就吃了 好吃喔 那接下來我們兩個用餃子皮做做看 餃子 餃子 GO GO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用餃子皮來做蛋餅啦 用餃子皮做的話好像會比 一般的蛋餅比較脆一點點 因為我跟文章都喜歡吃那種脆脆的口感 其實滿興奮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餃子 等一下 餃子 好 文章會打蛋 哇 有 這是我聽我的朋友說他這樣做 然後是很好吃 所以我想說那我也來試試看 謝謝 現在感覺袋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把培根也放進去 培根剛才已經炒過一次了 來 然後呢 再放入我們剛才沒有加的黑胡椒 媽媽 媽媽把食物也留在妳的 我先不要再放 欸欸 沒了 沒了 最後起司放進去 乾杯 其實我們兩個也不知道 這樣煎蛋餅是不是對的 但是蛋餅這種東西呢 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 煎出來好吃就好了 喔 喔 喔 いいね 喔 成功了 こんな感じ嗎 喔 いい なんか見た目はさっきと一緒だね いいね いいね いい感じ いい感じ 切蛋餅 喔 剛剛比起司的感覺 本当? 餃子皮 的皮 すごい沢沢的 所以看像十分美味 喔 這個… 打算 那我們的 餃子皮 版本也做完了 這次的餃子皮 版本呢 我們兩個有加 一點黑胡椒進去 所以味道的話 應該會跟上一個 比較不太一樣 粉朱克蘑菇乳酱油加了 嗯 一定會更好吃 ちょっと改良版 改良版 然後又有餃子皮 又脆脆的 而且好像 綺麗的吃起來了 最初應該是難的 因為今天有點慣了 就直接賣了 我來吃了 又是很容易 連我都可以 大家一定也可以 先吃文丹仔 是用餅乾的 是用餅乾的 嗯 尤其是剛剛的好吃 黃魚餅很美味 有點硬… 鱸魚餅的口味uuut 很酸的味道 嗯… ん… 好像台灣的料理很美味 一個簡易做的 價錢小的 超級色的 最後一個 完食! 敬燈~~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加更多 台灣有個蛋明口味給文昂吃 可是因為日本這邊沒有賣這麼多台灣油的食材 那還有Winner也有吃的 哦 絕對好吃 可是日本的Winner跟我們台灣那個熱狗蛋免 熱狗吃起來不太一樣 他們算是香腸的感覺 雖然文章喜歡吃香腸 但是我還是沒有買 因為就覺得 不過台灣味這樣 砂麻油也有 但我跟Fu將的那一家都 可能砂麻油很難吃了 因為我都沒有吃過 嗯 像たこ焼き一樣 很多東西都可以吃得到 正直今年 本來 文章を台灣に連帶帶來的 這個年輕人 大家在家裡自粛 家裡也能夠吃得到台灣的味道 今回的蛋餅を試過 這麼簡單 台灣的味道很棒 Fu將 初めて吃了 蛋餅 對 可是我買了台灣的蛋餅 我那時候在文章吃的是 百祥的芳林美兒美 它們有一個叫蒙古蛋餅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影片 那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非常的愛吃 我們高中同學會買給我們吃 我就想說 一定要帶文章吃吃看 可是那時候帶他去吃的時候 就想說 反而沒有帶他吃到 大家都在吃的蛋餅 所以這次是做蛋餅給他吃的 現在台灣的時候 還有一杯 吃飯吃的 朝午飯也不僅僅 我還想帶文章吃 檔式飲茶 水餃 八方雲集 就什麼東西都想帶他吃就對了 我希望全國的佑一姐去吃 有很多的佑一姐 有很多的 全部全部都要吃 文章很喜歡玩夜市的那種射擊 或是丟東西的遊戲 可是可能台湾人反而比較不會去玩吧 都是吃東西 新鮮的感覺 很新鮮的感覺 很新鮮的感覺 但是瑠姐的方法是上升的 欸我超奇怪的 瑠姐也嚇到我怎麼這麼強 好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子啦 很開心可以讓文章吃到蛋餅 那現在的話 大家可以吃東西嗎? 喔 是不是 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希望之後疫情可以快點穩定 才可以趕快帶文章吃台灣的東西 那這樣子啦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